接上来看到的是中部地区 这波雨是真的是蓝势汹汹 中部地区在清晨 开始陆陆续续的下起间歇性大日 其中在彰化的花坛 京敦街还有逢雨必烟的 摄头山角路 甚至是连园林基督教医院前面的道路 都变成了小河 多辆机车泡在水里 那么每逢大雨就烟水 也让当地的居民愿生再倒 大雨哗啦啦 彰化摄头山角路果然又烟水了 你把水淹过马路黄沉沉一片 这个婆婆拉了把椅子 就坐在家门口盯着雨时看 就怕水淹家园 另外园林基督教医院前的道路 也变成一条小河 警方赶紧到现场拉几封锁线 现场看好几台汽车轮胎一半都泡水 这家彩券行老板忙着扫水 家人曾经因为淹水踩空摔得好严重 不能不小心 因为这样跌倒 不能走 不能走 那都没有办法解决 这家咖啡厅也是烟炮了 今年装了防水闸门好像有点用 另外花坛京敦街也传出烟水 那比较急的话就都这样子 那怎么办都没有人来处理吗 都好像都没 居民要出门就得涉水 这波雨淡来势汹汹 台中也要烟放豪雨 只要有车经过 就会喷茧大量的水花 而且这雨是恐怕一时半会儿停不了 提醒民众务必多加注意 记者中部政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